欢迎您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这个宋楚瑜主席呢 今天接受了三例的专访 听说啦 这个三例专访他的主持人呢 是郑宏怡先生 哎 宋楚瑜就接受了一个大咖专访了 是不是这样 在他的定义里面 他在这个专访的时候呢 非常难得的第一次说 他会参选到底 那这个意思就是不管怎么样 除非就是他的连署呢 没有过那个门槛 否则他11月25号去登记了之后呢 就一路就是拼到底了 还有他的副手没有背叛 你不是说他副手不会背叛吗 宋楚瑜相信不会了 对 你那个同学啊 宋楚瑜今天的讲话 就是宋楚瑜要错了 他说他门槛可能过不了 但是宋楚瑜今天敢说参选到底 就是表示他对门槛 应该是过了 我讲一个背景好不好 我讲一个背景 就在今天是礼拜五嘛 礼拜天他到花莲 礼拜一他就宣布 这是我确实知道的 他通知所有的联署站 立刻把已有的 因为那个回报 每次他要求人家报回来 报回来跟送回来 那有的人就 有的时候是500份就送来一次 100份送来一次 有的人就一直压压压 像嘉义 他2000份 他们一份没送过来 那他就要求 他亲自要求 全部联署站 一律回送中央 我的理解 因为这个组织部的了解是这样 就是说他们实在没有把握 那个回报的报的数字 说花莲说一箱 有一箱 他有50箱嘛 一箱1000 2000的一样 应该有8万份左右 至少 那他有没有查 一份一份查过 有没有真的算过 他要中央要算过一遍 结果现在全部回中央了 回中央以后到了 这个礼拜三礼拜四 我认为 我认为 我这个我就不说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过了 应该是过门槛了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所以我只是补充这一点 你刚刚用假设计说 他才会这样讲嘛 那重点只是过多少 因为我还是提醒组织部 因为这个组织部问过我 我说你们不能拿25万8种标准 要30万都不标准 要拿33 为什么过去的联署 我经历四场独立候选 我做过两次的联署 都淘汰率在本身10到12 所以你要稳当一点 要过32 那就31 所以就比较可以 可以比较稳当 那当然他们现在还有 还有20天嘛 那所以还可以努力 对而且我也希望就是说 宋先如果说 过了这个门槛的话 希望他那个数量多一点 免得 那个 就做借口了 没错 因为25万8千份 对不对 你如果去送个什么26万 甚至于送个什么30万 到后来呢 踢掉了 结果说你不合 说你不合这个25万8千份 你只有24万多 那又说是中学会 这个政治破坏 这就麻烦了 因为这个不合的比例呢 老师刚才说多少 我上10% 10%到12% 你看这10% 其实挺高的 最少都是10% 宋处于当初送出去 超过百万份 超过百万份 然后呢 结果被踢下来之后呢 只有96万份而已 所以你看这种 这个很容易不合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祝福这个宋先生 过了门槛非常好 然后呢 希望能够送出去的分数多一点 然后中学会呢 就从宽 从宽 不要去抄击 你怎么可以重宽你干嘛 你讲什么呢 否则你很麻烦 我不晓得我的Running Mate的手法精神这么差 很难就是了 这重宽啊 依法就好了 不是 比如说名字 这个宋少一撇了 就把它当作有 而且那个什么图章呢 不是很清楚的或干嘛呢 就算了啦 不要那么麻烦 政治迫害 所以这个他今天 果然是在接受三立访问的时候 说他不是为了不爽 也不是为了马英九队 他不周到 而是他就是要参选 就是可能就像刚才这个 姚老师所讲的 要打破这个蓝绿 姚老师现在是怎样 红党要支持宋楚瑜的 是不是 我们还没有做决定 可是我们认为第三实力 应该有争取的空间 所以因为现在 我去联署的叫李信长 我自己已经联署了 他联署李信长 你说红党要支持宋楚瑜 所以你可能 所以我再问他呀 从他妈爱的谈话 你现在还没有过关嘛 他要支持一个有可能的 这样好吧 这个问题是不是等到登记参与 因为要登记正式参选的门槛 我们才会嘛 这个更何况做评论 跟支持没有关系 可见 对不起 你先说 可见 台湾选举没有什么蓝绿 绑架什么第三势力这回事 以姚老师来讲 他是支持第三势力的 照到李宋楚瑜出来的话 他就是不满意 也要含内投票嘛 第三势力嘛 但是他现在 有可能不去投啊 有可能不去投啊 因为第三势力 在姚老师的眼中 跟宋楚瑜的眼中 第三势力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第三势力 在整合于谁之下 就是蓝绿之外的势力 他都认为是第三势力啊 对 好了 哪一天第三势力 全部团结在姚老师之下 姚老师红党拿到总统以后 我们认为他就是第一势力 第二名的蓝可能第二势力 那民进党被打得很小 他又变成第三势力 你这样讲也是个说法 那如果是三咖 三咖 第四咖的李姓常又起来了 他是第四势力 第三势力 所以姚老师讲的第三势力 是不明确的 我们搞不清楚 何谓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要团结在谁之下 那如果说第一势力的人 只有国民党的总统 民进党的总统 不是 国民党选胜了 他就是中华民国总统 姚老师第三势力选胜了 他也不是红 不是第三势力总统 他也是中华民国总统 果然啊 为什么刘亦宏的这个文章 一直受到大家的这个 清楚 逻辑实在太清楚 没错 因为为什么我们不觉得 这是第三势力 主要就是 他们那个不是 他们没有不同的理念 没有不同的这个想法 最重要是权力 谁拿到权力的 谁就是第一势力 谁就是第二势力 谁就是第三势力 你不要好好听 就是一个不能干 一个让人不安心 你这都没有背下来 没有 我跟你讲关键是 我真真正正觉得 如果李姓常 他们能够出来的话 他所代表的一些想法 比较符合我们一般认为 第三势力的那些理念跟想法 李姓常当初在这个 号召其他的啊 就是一些 其他的这个总统的 要来参与联署 这些人出来开记者会的时候 李姓常他明明白讲 我非常的同意 他说呢 他们没有邀请宋楚瑜 一起来开这个记者会 而且也不屑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认为他不代表第三势力 他只是不满蓝的势力里面出来的 要参选的人罢了嘛 但是当今天宋楚瑜说 他要参选到底之后 这个对于这场选战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还是如这个沈大老所说的 宋楚瑜的民调只会继续往下走呢 那这样喔 我们大家会来讨论